大家好,歡迎來到紅石口袋,我是如甘 那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些1.5所做的紅石更新 那因為有很多東西,所以這一集可能會拖比較久哦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東西叫做陽光感測器 那這個的做法是三個玻璃加上三個地獄石銀跟三個木板磚 木板磚,任何木頭的木板磚都可以 那地獄石銀也是1.5新增的礦物,在地獄可以找到它 那這個東西的用法其實就像是太陽能板 對,沒錯,因為它只要感受到陽光它就會輸出訊號 那最遠也是一樣15個 那如果現在沒有陽光,它就是沒有任何的訊號輸出 那它會依照陽光的強度輸出不同長度的訊號 像這樣子 如果你在中間其中一個訊號後面加上一個 那這個就是一般的路燈 因為在晚上的時候這個火把就會亮起來 那這就是一個常見的路燈咯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它很酷哦 它叫做紅石比較器 它是三個紅石火把加上一個地獄石銀,加上三個石頭 它即使長得很像終極器,但它的功能卻跟終極器很不一樣 我們現在假設後面輸入了一個能源 那我現在在旁邊輸入了一個比它更強的能源 它這邊就會被切斷 那如果我只是輸入一個跟它一樣的能源 它就不會切斷 那比它弱的就更不用說了 完全切不斷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樣用 那其實你右鍵點擊它的時候 前面這個紅石火把會亮起來 那這個差別在哪呢 就是你前面輸入一個很強的能量之後 你旁邊輸入較弱的能量 它輸出的能量是兩邊的能量差 也就是這邊 這邊是兩格 那這邊是三格 那相差一格,它就會輸出一格的能量 那如果相差兩格,它就會輸出兩格的能量 這就是有沒有開啟紅石火把的差異了 那再來我們介紹這個東西 叫做紅石磚 紅石磚就是九個紅石疊在一起 就變成紅石磚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可以推動的紅石火把 也就是說我把它推出去 它的上下左右 都有辦法輸出訊號 那當你紅石火把插在上面是會滅掉的 而且它永遠不會再亮起來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它長得很像箱子 但它又不是箱子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這一圈有一點紅紅的 那一般的箱子外面那一圈並沒有紅紅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叫做陷阱儲物箱 陷阱儲物箱 陷阱儲物箱是一般的箱子 加上一個半線溝 那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當它在打開的時候 它可以輸出訊號 就像這樣子 那它可以輸出一格 所以你一格以外 就可以接一個中繼器 讓它延長訊號 當別人打開的時候 訊號就會說出喔 那箱子跟陷阱儲物箱是有辦法放在一起的喔 一般來說 箱子是沒辦法像這樣 緊密排列的 不過你當 當用陷阱儲物箱 跟一般的箱子的時候 就可以排列在一起了 對 那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一般的箱子用 或是 騙人用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像是臉盆的東西 它的名字叫做漏斗 那漏斗是五個鐵錠加上一個箱子 那漏斗是可以放在箱子的 上 左右 前 後 到處都可以放 那 那當你在漏斗裡面丟入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將東西傳到下面的儲物箱裡面 那漏斗本身也有五個儲物空間 假設我今天在裡面放滿了 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今天要在上面丟入一個控制桿 它是會被彈出來的喔 因為它上面的空間已經被一樣的東西塞滿了 那即使你上面有一格是放羊毛 那你再丟入控制桿 一樣是不會被 一樣是不會被吸進去的喔 像這樣 所以它其實也是可以當作一個 物品辨識的能力 當這個箱子上面有一個固體方塊蓋住的時候 這個箱子就會變成一個打不開的箱子 這個時候你在投入任何東西都沒辦法投進去喔 它只會放在這五個空間裡面 它並不會傳進來 因為這個時候箱子是一個打不開的箱子 除非你將箱子打開它才會把它傳進去 那當有紅石輸入到這個漏斗裡面的時候 東西也是丟不進去的喔 剛剛所介紹的這個紅石比較器 它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當可以裝載東西的物品 後面放上一個比較器的時候 它是會輸出能量的 但當裡面沒有東西的時候 它就不會輸出能量 包含漏斗也是一樣 就當裡面有東西的時候它就會輸出能量 那發射器也是一樣 這個投擲器是等一下會介紹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感重壓力板 那它有分輕跟重兩種 輕的是由金錠所做的 那重的是由鐵錠所做的 我們先示範輕的 輕的是你丟上多少東西 它就會依照你丟的東西 然後輸出不一樣長度的訊號 那重的差別在哪呢 你重的要丟非常多 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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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的東西 它才會進入到下一格 大家可以看到我丟了兩組 它採穿到第三格爾的長度 這就是輕跟重的差別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 笑臉的發射器 這個叫做投擲器 那它的做法比較簡單 就是 嗯 七格爾卵石加上一個紅石 那這個東西 跟發射器到底差在哪裡呢 假裝我今天在發射器 還有投擲器裡面 個別放入一個水桶 那我在發射器發射的時候 它會將裡面的水 發射出來 可是 當我在用 嗯 投擲器的時候 它則是噴出一個水桶 如果你裡面丟的是 箭矢或是生怪蛋的話 用發射器它是直接使用出來的 那用投擲器它是 嗯 把它丟出來而已 那現在發射器跟投擲器 都是可以上下左右亂放的 那 圓形的孔 是 發射器 方形的孔是 嗯 投擲器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漏斗礦車 它就是漏斗加上礦車而已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使用方法 就是 嗯 當漏斗礦車經過這個鐵軌的時候 這個鐵軌下面的漏斗會將 上方的東西往下傳 那我在這個箱子裡面放的是紅石 那 當漏斗礦車經過這個箱子下面的時候 箱子的東西會跑到漏斗礦車裡面 那漏斗礦車的東西又會再跑到下面這個漏斗裡面 漏斗又接著把它傳到下面的箱子裡 大家就可以看到 現在這裡的紅石在一個一個減少 那 中間也是一直在不斷的增加減少中 下面的漏斗則是不斷的在傳遞紅石 那下面這個箱子就是一直在增加中 那就是它的用法啦 接下來這個TNT礦車跟這個 激活鐵軌 我想要一起介紹 好 這是 TNT加礦車 那這個激活鐵軌呢 其實主要就是用來激活 這個 TNT礦車 也就是呢 我現在 在這邊放上一個激活鐵軌 旁邊放上紅石火把 讓這個 讓這個 鐵軌被激活 呵呵呵 它除了要 需要紅石火把激活它 也會它還會再激活這個TNT礦車 所以當TNT礦車經過這個的時候 它就會爆炸 噗嘎 哈哈 就像這樣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 1.5新增的新指令 這個計分板 然後同時還會跟我之前教的TEST4一起用 那這個計分板你要用的 你要用的方法就是要先宣告它 那這是要先宣告的 就先宣告說你要 呃 計什麼分 你總不能 呃馬上就要讓它開始計分了 所以 我今天新增了一個 呃 一個 計分的指令 那我要計算 呃 急殺數 什麼的急殺數呢 因為它有分好幾種 那我現在 這個 是指 我要算我 急殺動物 還有生物 那我這一整行指令就是宣告說 我現在要開始計算 我殺了幾隻動物 那接下來這個指令呢 就是要讓它顯示在 我的畫面右邊 SIDE BAR 我是旁邊的這個 這不是髒話喔 呵 前面還是一樣要先 呃 要先宣告 我現在要 呃 SET DISPLAY 我要把它的 呃 顯示放在這裡 把我的 急殺數顯示在旁邊 好 我這兩個 宣告過後 它下面就會寫出 好 我現在會幫你顯示出來了 那我現在這個指令方塊放的是 TEST4指令 也就是我之前所說的 它會 呃 看你的條件 然後由 同時比較器去輸出訊號 那我現在設定的條件是 當一個玩家 他的 分數 即殺數 打最大是5 最小是2的時候 那也就是我如果殺 2到5隻中間的話 這個 同時比較器就會輸出一個訊號 那為什麼這邊不用放MAX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最大就是這樣 然後最小就是加個MAX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的羊羊 那大家可以看到旁邊 現在旁邊並沒有任何的 呃 並沒有任何的分數顯示 可是當我殺掉一隻之後 旁邊就出現一個 急殺數 我殺了一隻 那這樣子我殺了兩隻 那這個時候呢 我按這個 它就會輸出一個訊號了 那如果我殺超過5隻呢 好我現在殺了6隻 那6隻已經不符合我剛剛宣告的5到2隻 那我現在在按這個的時候 這個就會滅掉 因為我已經不符合它的那個條件 那接下來我要把我的分數歸零 那我就再把這個玩家的scoreboard分數 把它設成0 OK 那我只要按一下它就會設成0 那當然我這邊如果是100 我按一下它就會變100 這就是直接宣告說你要讓它變成多少 那如果我現在要把旁邊這個東西消掉的話 我就把它reset 重新設定 那我只要按一下 它就不見了 那它還有新增一個藥水效果 這個是effect 那這邊是玩家 然後藥水效果 然後這邊是秒數 再來就是它的倍數 那這個我這邊設定的是 讓最近的玩家遭受到19是中毒 那2秒 然後這1倍的效果 那大家來試試看 那我將自己設成 game more的0 按一下之後 欸 我就會中毒2秒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最後要跟大家講一個紅石特性 就是我之前常常教的那個短訊號 這個東西 它已經沒辦法再使 這個 連性活塞產生Bug了 以前它都會推出去 然後收不回來 現在它則是 推出去 再收回來 推出去 再收回來 連性活塞已經不會再產生這種Bug了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可以不用 不要繼續再用了 還是沒辦法使用的喔 那今天簡單的介紹就到這裡囉 如果對1.5更新的紅石技術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回覆這邊 呃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盡我的力量回答你 感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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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